今天很大浪 我打算在這個比較陰的地方 鋪上一隻攤一下 然後游不游到水呢? 我有點害怕,這麼大浪 好像水泡 好像很恐怖 都不深 但很大浪 真的,真的去到腰了 有沒有? 好了,我再去試試試看 玩完之後,我們就收拾東西了 然後就坐在酒店的Shuttle 回到去發現還沒曬夠 不如再曬一會 這張帽子是舅壁的賜禮品 那條鏡鏈也是 她的衣服也是 我們現在出發去Sunday Market 因為今天是星期日 去布吉的Old Town 去吃東西 又是逛逛街 一會再給大家看看 聽說那裡有很多東西賣 很漂亮 拍照應該挺適合的 有很多重海式的小屋 我們一會再拍吧 感覺上一會就會在這裡 有Sunday Market 這間店很漂亮 粉紅色,很想拍照 我看到前面有間餐廳 我們路過了一間貓咖啡廳 然後進去吃東西 原來可以過來玩貓 看看他 好可愛 他不喜歡 要拍屁股 哇 這麼開心 養貓的人就知道怎樣可以哄貓 哇 很爽 小朋友,你這樣睡 太摩兒態了 你睡到小手也震了 好可愛 好可愛 野食來齊 我們就回到位了 超漂亮 這杯奶茶 上面是有貓貓的泡沫 還有一些碟子和杯墊 都是有貓貓的 然後這個廁紙盒也是貓貓 剛才我去廁紙 洗手盆也是貓的 超可愛 這裡有很多貓貓的元素 除了這位先生 你有違和感 我們不客氣了 真的誤打誤撞進了一間很棒的餐廳 環境都超棒 吃完之後還送了一隻貓貓給我 好可愛 下次要再來 這裡有20隻貓貓 然後門口也很漂亮 是挺吸收的 之後呢 如果大家都是會去周日市集 我覺得是很應該去玩一下貓 要吸收一下貓貓的大地靈氣 吃完東西再回來 市集就開了 它有很多小吃的攤檔 開始我的購物了 超漂亮的 這間的包包超喜歡 但是很貴 它差不多要六百多 八百多一個 是港幣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是三千六百多 然後它是刺肉的 不是滑的 但是無可否認它的設計是蠻特別的 只不過是我窮 是我的缺點 我在這間店裡帶手入報 超漂亮的 它的手織袋是現在正在織的 我買了三大袋 超級漂亮的 我買了兩個小的 然後有這裡 然後呢 還有一些是放電話的 這裡有個攤檔可以即場畫畫 我是給了Chopper和小吉的照片 它一會兒就會幫我畫 超可愛的 我打算畫那個尺寸 是兩個貓貓的尺寸 一邊是Chopper一邊是小吉 謝謝 好像 謝謝 畫好了 超漂亮的 小吉是超像樣 一模一樣 Chopper的神情 奸樣 我很難才找到一張它是不合臉的 超可愛的 這個我們試吃了很好吃 是店主的爸爸做的 有芭蘭味 然後有椰子味 還有這個是榴槤味 這個是榴槤味 這個100% 沒錯 它都不是很鹹 但沒什麼肉味 我試試 嗯 是不是鹽醬 我們去了一家雪糕店 很多味道 有泰式奶茶 有冬蔭 我打算試一下 今晚就打算一口 橙朱古力 它很喜歡吃這個味 然後我看到有些 酥皮 點心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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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辣的 在喉嚨裡辣出來 這個好可愛 我們回酒店放東西之後 覺得不算太餓了 沒有出去找餐廳 隨便在附近買了一點外賣 但是在酒店吃就算了 所以沒有拍到 然後第二天 又是很早機 我們吃完早餐 就衝了去機場 這樣完結了我們今次布吉的四日三夜之旅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次的Vlog 接下來九月我會去越南 和家人 大家有興趣嗎 如果有我先拍 希望你們會喜歡 拜拜 謝謝 謝謝